演艺公司高薪招聘 漂亮模特巧遇良机 兵馆正在面试 警察突然到来 艺术家的真实身份令人意外 他们到底是怎样走进了陷阱 他们也会觉得说 这么大的一个老板 可能不会因为我这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去坑我 求职的遭遇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1年11月11日晚上7点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民警在朝阳区某酒店正在对一名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这名男子就是警方要找的嫌疑人 此时在房间内还有一名女子 那么警方抓获的这名男子是谁又为什么要抓他呢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房间内女子感到疑惑的 因为这名男子虽然他只见过三次但算是他的老板 摩托 接着摩托是吧 对 给他多少钱 给他加金多了 我没有说 过我们借了两千块 他们借了 反正就是 呃 呃 带了这边 然后刚开始先拍一些身份的照片 从这来拍照片来吧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画面中的女子叫小婷 从警方提供的执法记录仪中看得出来 小婷对于民警的前来感到很疑惑 那么小婷的老板到底出了什么事呢 小婷又是怎样和那位老板 结实的呢 小婷28岁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从小长相出众 从上大学到毕业后 她都一直兼职做一些模特类的工作 因为姐的心思待遇还不错 再加上拍摄也不会太累 小婷说 为了增加工作机会 她这几年加过不少微信模特群 并从中添加过一些好友 2021年11月初 小婷曾添加过的一位好友 向她发来模特招聘的信息 好友的头像是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孩 她说她是某演艺公司老板助理 这名公司助理告诉小婷 他们公司是为网络平台的商家 拍摄高端婚纱卖家秀 酬金上万元 而且只要面试通过后 就预付给小婷 一万五千元的定金 并可以长期合作 小婷心动了 因为小婷平时接的模特活动 每天的酬金在一千元左右 而且都是事后给钱 她没想到自己能碰上 既轻松 酬金又高的工作机会 它是属于因为有一个连续的 就长期的拍摄 我想的是长期的拍摄挺好的 这样就不用 就一次一次的去拍 紧接着 这名助理表示 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薪酬 是因为他们对模特的要求很高 每名应聘模特 必须要他们演艺公司老板亲自面试 她说每个女孩都是这样的 很少有那种需要面试 一般的话 你就发个你的资料就行了 但是有像那种 可能腰臭比较高 然后心臭比较高的 她可能条件高 也不需要你面试 从助理口中小婷得知 这家公司老板陈某 年轻有为 事业有成 圈内资源广 陈某将面试的地点 安排在一家酒店 陈某给小婷看了很多 自己和其他模特的合影 以及她给模特发钱的转账记录 小婷很快就放下了顾虑 第一次面试 陈某对小婷非常满意 小婷暗自高兴 接下来陈某又为小婷安排了两次面试 并开始通过手机为小婷匹配婚纱 并发给公司工作人员审核照片 流程看起来非常专业可靠 小婷也小心翼翼地配合准备 期待早点能通过审核 面试过程中小婷感觉到陈某对手下人还是挺照顾的 陈某说公司有几个员工 包括助理以及摄影师等等都在为小婷面试加着班 所以问她能否给同事们发点红包 意思一下 考虑到这家公司给的薪酬还不错 以及将来可能会长期合作 于是小婷分三次给陈某转了2100元 但是接下来的一件事让小婷犹豫起来 老板陈某说喜欢她 为增加了解 想和她有更亲密的接触 小婷没有稳定工作 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 她同时做了几份兼职 她想着这次答应了老板陈某的要求 第二天就能得到模特拍照的机会 将来的赚钱机会也能多一些 等赚到钱 她要买一份心仪的礼物送给自己 于是 这天她如意来到宾馆房间 和陈某刚碰面 警察就破门而入 立刻将小婷从美梦中 拉回到了现实 为了得到这次工作机会 小婷也真是付出了代价 但是眼下老板陈某 突然被警察带走了 她到底是什么人呢 就在小婷感到疑惑的时候 在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角落 还有一个女孩小芳 也和小婷有着相似的心情 前不久 她也遇到了一个老板 那个老板也叫陈某 女子遇到难得的兼职机会 她就是说得需要拍一些图片 就是这种圈圈图 然后给商家去审核 她就符合那个网拍要求 酒店里的面试尴尬与不安 然后特别害怕 因为肯定的女生当变着一个 陌生的一个男性的话 在你面前的话 她可能也比你撞 比你觉得感觉还是比较弱小的 其实 十多个吧 十多个 对对对 我记得十多个 都叫什么弟了吗 那记不住了 求职的遭遇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小芳21岁 在北京有一份行政工作 由于身材高挑 从上大学起 她就做一些模特类兼职工作 前段时间 小芳在朋友圈中看到一个 演艺公司发出招聘 网拍模特的信息 以前就做过模特 她没做过这种 就是这种网拍这种形式的 以前都是做过那种线下的 就比如说什么拍摄 或者是一些那种礼仪模特 或者是一些走秀这种的 没做过这种网拍 其实也是第一次接触 小芳说 这名朋友圈中的好友 是几年前假的 是一家演艺公司的工作人员 但也没有见过面 小芳通过了解 这家公司业务遍布全国各地 能够为小芳介绍 多种有偿模特约拍工作 每天收入几百到上千元 然后她就问我 要不要做一些兼职 这种网拍模特这种的 给一些淘宝买家拍 那种买家秀 或者那种反途之类的 然后到时候会给我反佣金这样 小芳在了解完 这家公司的业务后 权衡再三 最终选择了卖家秀约拍 就是公司将商品寄给她 然后拍摄卖家秀 赚取筹金 基本上在位都是反的 反钱的金额 基本上都是八百左右 包什么的格稍微贵一点 包的话反途可能这些钱吧 小芳从这名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 想要得到这份工作 也没那么容易 应聘模特必须要经过该公司老总陈某的面试才行 工作人员也是介绍说 陈某虽然是90后 但已经是文化集团副总 从国内著名音乐院校钢琴系毕业后 涉足影视娱乐圈 资源多 人脉广 合作厂家有几十个 对于合作拍摄的女孩要求很高 虽然未曾谋面 小芳在心里对公司老板陈某 已经树立了一个成功人士的形象 随后 在这名工作人员的引荐下 小芳添加了陈某的微信 陈某很快就安排面试 只是让小芳有些意外的是 陈某安排的面试地点 没有在公司 而是在酒店里 因为我当时去酒店的时候 是我跟那个女生一直在聊天 然后之后我说 为什么就在这个地方见面 不是在什么公司之类的 然后他就是说 因为他那个什么 boss的老板家就在这附近 当时就找各种借口 就是那种说辞 然后就说在这块见面 就说没多久 一会就完事之类的 见面后 陈某掏出手机给小芳看了 她与其他模特的合影 以及陈某给模特酬金的微信截图 看完这些 小芳放心下来 她觉得自己遇到了贵人 她说她是什么钢筋家 什么农地的 然后做这个也是一个副业 我那个当时我也有存在疑虑 她给我看她之前照片 说这些女孩都是在我这块 什么农地的 那个网拍的一些模特 总定的意思 让我不要太那啥 就是紧张 就是放松 我说的那意思 然后就不要有一些 说什么怀疑会之类的 随后 按照陈某的要求 小芳与陈某用手机拍照合影 陈某以照片 需要公司审核为由 让小芳在酒店房间内等待 而接下来 小芳也遇到了和小婷一样的情况 过了十五到二分钟 然后就开始对我要 就像一个转转角了 但是特别害怕 但是还是那种 因为肯定的女生 当面对一个陌生的一个男性的话 在你面前的话 肯定她感觉也比你壮啊 比你真的感觉 还是比较弱小的 其实 突然发生的事情 把小芳吓坏了 她赶紧找了个借口 离开了酒店 原本小芳以为 兼职的事可能就黄了 但是没想到几天后 小芳接到了陈某的通知 已经通过了面试 可以挑选卖家秀产品了 小芳觉得真是虚惊一场 看来老板陈某还是不错的 于是 小芳就开始工作了 在陈某的推荐下 小芳挑选了十余件商品 每件商品 向陈某支付了200元的押金 小芳觉得 公司快递商品支付押金也正常 随后 小芳陆续收到了 包括胯包 衣服 首饰等实践商品 按照和陈某的约定 小芳佩戴这些商品进行拍照 等实践商品的照片都审核通过了 陈某会一次性支付押金 然后后来的话说十个一节 然后后来他就是以各种形式说 让我再加五个单 然后后来我也就是再加了 于是在老板陈某的建议下 小芳继续挑选商品 并支付了押金 但是后来 小芳就觉得陈某 好像越来越忙了 可能只要回复得特别慢 就会问 嗯 就是文字很简短的 然后后来就根本就不回复了 给他打着任何的语言 电话都不接这种 小芳不明白是陈某真的很忙 还是自己不小心得罪了人家 而更让小芳心慌的是 他不仅一分钱报酬没拿到 反而先后支付给陈某 4600余元押金 这些钱对他来说不是小数 这时 小芳的朋友听说了他的经历 就跟他说 你不会是被人骗了吧 无奈之下 小芳只好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一报案小芳才知道 原来警方已经接到了极其类似的报警 并开始立案调查了 在搜集完相关证据之后 2021年10月11日 民警对陈某展开了抓捕 也就出现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民警的突然出现 陈某显得始料未及 和陈某共同在房间里的 就是女孩小婷 此刻 他正憧憬着自己的模特梦呢 多少个了 十多个吧 十多个 对对对 我记得是十多个 都叫什么记得吗 那记不住了 记不住了 怎么跟人联系的 怎么跟人联系的 就网上认识的 网上认识的 怎么认识啊 网上 网上怎么认识的 网上聊天拍照 认识的 聊天拍照认识的 拍什么照啊 拍那个合照嘛 那我手机都不有合照吗 这边 拍合照 然后我假装跟他说 拍个合照 要发给公司嘛 对没了 实际上有公司吗 实际上没有公司 对 面对警方的讯问 陈某交代 其实他根本没有公司 没有助理和其他工作人员 所有的角色 都是他一个人扮演的 他向小婷 发出招聘婚纱 摄影模特的信息 都是他提前预谋好的 承诺他 他说他过来拍照 然后我可以给他钱 往哪弄公司 往哪儿 跟他说往哪儿弄 在那个世贸天街拍照 对 这不就这么简单吧 这说实说 对啊 没了 承诺给他多少钱啊 承诺拍完之后 一天给他领钱啊 对 给没给啊 这还没拍嘛 没拍嘛 陈某交代 他向小婷承诺的 高端婚纱摄影 高额酬金 都是他的谎言 他向小婷 所要的钱 实际都进了 他自己的腰包 陈某对待小方 是同样的手段 他先以公司 女性工作人员的身份 与小方联系 取得小方的信任后 再以公司老板的身份出面 给小方快递的商品 都是从网上廉价购买 而收取的4600元押金 都被他挥霍了 网拍 以及承诺给小方 高额的回报 也都是他编的谎言 这第一批2000是以什么形式弄的 2000就是刚刚叫押金 拍照押金 这是不是都是拍押金 对 都是拍照押金 对 你那照片会给谁弄的 厂家摄影公司 把照片发给厂家摄影公司 对对 这些东西 你是自己从网上买的对吧 在淘宝上买的 对 根本就没有跟厂家联系 那说对不对 对对 然后说那押金 也并不是说是给厂家押金 其实也并不是给厂家 就是你自己这儿 我自己收的押金 得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小婷和小方都难过了很长时间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美丽的模特梦 最后会被骗子给利用了 他这个财产 虽然最后是就还回来了 但是可能心理上还是 有些阴影吧 就是现在可能就不太轻易相见人 就看 就是以前可能听别人说什么 就比较容易相信 现在第一反应 可能就是吃怀鱼的态度 这个事情的话还是蛮严重的 因为好多女孩 都是进行了一个受伤的 对 犯罪嫌疑人陈某到案了 原来他并没有公司 是一个人自导自演的骗局 最终陈某因涉嫌诈骗罪 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那么陈某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这么多女孩会屡屡受骗呢 精心谋划分布实施 骗人的歪心思动了不少 你要给我一定的好处费 你给的好处费越多 我给你的拍摄的机会越多 您好 身高1米74 体重52千克 很期待与您的合作 谢谢 擦亮眼睛 保持警惕 要及时揭穿骗子的把戏 我们被害人 因为这点小事 也不至于对我报警 所以他已已丢手 求职的遭遇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陈某被抓时39岁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陈某并不是所谓的艺术家 娱乐圈成功人士 职业有吗 起砖销掃 起砖 卖起砖的 对 起砖销掃 这个陈某其实他本人 和他的家里的亲属 相当于做了一个小型的 这种家族生意 可以说是主要的经营范围 就是经营一些装修的材料 陈某交代 他离过婚 有两个孩子都留给了前妻 再加上近几年 瓷砖生意失败 负债100多万 让他的人生跌入了低谷 2017年 他通过上网打发时间 接触到了模特圈 他看到这些模特 都年轻漂亮 便萌生了通过招聘 诈骗模特的想法 他对一个圈子很感兴趣 经常在相关的微信群 或者是其他的社区中 去浏览相关的信息 在浏览信息的过程当中 他就萌发了这样一种想法 就是我假扮成一个公司老板 一个有文化 有背景 有实力的影视公司老板 我能不能够骗到 这些女孩的信任 来满足我在经济上 和其他方面的一些需求 陈某交代 他之所以能屡屡成功 首先他给自己设定了多个角色 买了两部手机 注册了六七个微信号 每次行骗 他都以女性投像 身份一般是公司老板助理 或者工作人员 与目标模特接触 嫌疑人以助理身份 接触被害人的时候 往往会要求被害人 先拍自己身材的视频 拍完了以后 他要把这视频上传给Boss 用Boss审核 在陈某的手机中 存储了不少模特 自我介绍的视频 他们都看到陈某高薪招聘信息 感觉机会难得 殊不知这是陈某抛下的诱饵 待他们上钩后 很可能就会成为陈某诈骗的目标 在取得被害人的信任后 第二步 陈某往往会以模特 需要面试为由 与他们见面 并在见面的过程中 陈某会精心打扮 并且现场会给被害人 看他手机里大量的 他与模特的合影 以及伪造的转账记录 这个时候 被害人会容易放下戒心 给这些潜在的被骗女孩 发送大量的合影 来证明这个boss老板身份 以及他能够为客户提供拍摄能力 包括陈某见面时 所穿的一些衣物 佩戴的一些饰品 都是从表面看起来 是比较奢侈的 他们也会觉得说 这么大的一个老板 可能不会因为我这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去坑我 所以基于这样的信任 包括为了获取这个 较大的酬金 很多被害人都选择相信陈某 在做好铺垫以后 陈某到了最后的收网阶段 他会以红包 押金 物工费等各种理由 向模特们要钱 陈某这诈骗的方式里 最主要的就是以 卖家秀索取押金的方式 来骗取财物 其他的包括像被害人 表示说 你要给我一定的好处费 你给的好处费越多 我给你的拍摄机会越多 其他的还包括陈某 向被害人表示说 我给你的这些工作机会 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审核 那为了加班给你审核 我们工作人员已经连续 加班好几天了 那你看你是不是 你要把加班费出一下 由于陈某每次诈骗的钱数不多 很多女孩都自认倒霉 不去报警 于是陈某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不断物色新的诈骗目标 被害人陈某也是觉得 我每个人诈骗那么几百块钱 一两千块钱 即使出了事 稍微安抚几句 或者我不理这个被害人 可能被害人 因为这点小事也不至于给我报警 所以他屡屡得手 通过对陈某两部手机中 200G的数据进行梳理 检察官会同公安机关 找到了上位报案的其他被害人 最终在审查起诉阶段 共确认13名被害人 涉案金额近4万元 陈某属于比较典型的 以虚构实施的方法 骗女他人财物 属于是诈骗罪的犯罪手段 同时他的金额也达到了 咱们诈骗罪的刑事立案标准 我们最后是对陈某 进行了相当多的教育转化工作 以陈某本人表示愿意认罪认罚 在办案过程中 检察机关积极开展了 追赃完损工作 共有13名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都得到了赔偿 检察机关办案要案结事了 不能说一方面打击犯罪 另一方面被害人的损失 无法挽回 我们是要争取这个损失的挽回 2022年3月30日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通过网络开庭审理了此案 今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 被告人 这些犯诈骗罪严 委员认为 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 骗取他人财物 且数额较大 其行为束犯了 中华人民国国刑法 第266条之规定 犯罪事实清楚 政绩确实充分 应当以诈骗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就是根据我国刑法 第266条的规定 就是诈骗公司财务 数额较大的 是判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管制或者拘役 单处或者并处罚金 在这个案件中 这个被告人陈某 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构了这个 能够提供有偿网拍的 这个事实 来骗取他人的钱款 而且这个骗取数额 达到了数额较大的 这个标准 所以应该在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对他进行量刑 现在当兵宣判 判决如下 被告人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在案扣押的被告人 手机两部 寓意变卖 变卖款折底罚金 今天这起案件 两名女子都是想着 找兼职挣点钱 结果不仅没有挣到钱 反而被人骗去了钱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他们上当受骗了呢 我们来听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杨宇娟教授 对此案的分析 这类案件的欺骗性 还是很强的 犯罪嫌疑人 伪装得比较好 而且每次诈骗 数位也不高 不容易引起人的警觉 被害人呢 又是一些年轻女孩 涉事未深 又需要找工作挣钱 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 有很多的网络平台 社交媒体等等 这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 鱼龙混杂 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创造了条件 所以我们在享受 网络带来的便利和效率的同时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尽管我们一再说 擦亮眼镜 提高警惕 但还是有不少人 遭遇诈骗 那么有没有什么 切实可行的办法 或者诀窍 可以帮助我们避开陷阱呢 我们继续来听听杨教授的分析 我们在求职应聘的时候呢 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招聘信息的来源 如果是一些公开方式 或者是在一些正规媒体上的招聘信息 相对来说可信度要高一些 而如果是一些口口相传 或者是从一些网络上啊 微信上一些不知根底的人 得来的一些招聘信息 一定要谨慎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在面试之前 或者在面试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了解招聘者 或者是招聘单位的资质 或者是背景 第三个呢 就是通常情况下 正规的招聘单位 不会以各种名义 多次要交钱 第四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即便是那些 看上去很好的工作机会 如果招聘者 提出一些非分的 甚至是非法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拒绝 因为如果需要 我们以满足非分的 甚至是非法的条件 才能入职的 并不是好的工作机会 所谓贵人 就是能给我们提供 重要帮助的人 或许在我们的工作生活中 每个人都会希望 遇到贵人相助 给自己一些机会 但是一定要擦亮眼睛 仔细甄别 但凡面对主动找上门来的 诱惑又特别大的机会时 更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还是那句话 天上不会掉下领 最靠得住的贵人 其实是我们自己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介绍说法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